4月19日,四川科技实业学院快递专业郑同学因为养猪被学校通报 现在大家都知道你养猪了 郑同学表示,这只小翔猪是一个星期前买的,叫猪猪侠,两三个月大 英文学校名文禁止,情是养猫养狗,所以就想到了养猪 在购买之前已经证得了其他室友的同意 据悉,目前这只小翔猪被送到了丛舟市一家农场暂时喂养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这只小翔猪以后可能会有几百斤 这是90后阿宁算法工程师邓冲发明的吵架神器 把话筒接在手机上,在夫妻正吵的时候 就能通过讲话人的位置清晰地区分出每句话是谁讲的 并试试把聊天内容转化成文字 准确率高达90%到95% 周冲为什么会想到这个发明呢? 平时确实经常跟女朋友吵架嘛 有时候吵得不可开交 然后当时双方都很冲动 事后有时候会有点后悔 其实有时候是自己说说话了嘛 所以我就想着,诶,能不能发明一款产品来记录我们吵架的细节 就比如说,诶,有的经验可以用到下次,下次可以用这个地方来反驳它 虽然这个神迹目前还在测试阶段 这里就希望能越来越完善 还有和女朋友吵架,输才是赢了 今日某机构发布的2018健身支出报告显示 2017用户人均健身年支出为1500尼亚元 上海以年均支出3493元高级全国健身支出的榜首 62%的人希望通过健身正强体质 30%的人希望能锻炼出好生产 还有3.5%的人希望通过好生产来弥补自己的颜值 在抱着减重目的健身的人群中,33%的人减重了10斤以内 不过接近一半的人体重没有变化 报告还显示,一个人减掉一斤肉平均要花450元 视频拍摄于4月19日,在山东找庄 一个假烤的烤厂,作为有几家餐馆小吃摊 一把过饭店,轻松过小吃,来就过饭店 逢烤必过手抓饼 寓意来吃饭的顾客能烤到夹照,所以生意都不错 孤兰定车的学员表示,名字有些不知道该说什么 不过价格蛮便宜的,东西也蛮好吃的 然后没人考过的,还是没考过 4月18日,徐州传山警方从连运港押回一名盗窃嫌疑人 这名男子因为没找到工作 在徐州连运港登地多次盗窃手机 甚至还用被盗手机里的支付宝账户进行消费 该男子除了买了两部新手机,还买了衣服和香烟 还有自己最喜欢的小猪配器玩偶 目前案件在进一步调查中 我在想一个问题 他是用了什么方法用被盗手机的支付宝进行消费的 他应该不知道支付密码 看到这张碰舞的时候,我去查了一下 不知道是苏门达拉虎还是巴黎虎,或者其他的品种 希望有知道的同学可以说一下 最后配个吐槽语 驻军到了中午的机身心脑环节 这张碰舞 在火车站等动车的时候看快报 让我看见停站看快报的评论上电视了 车到了 不知道该说什么 记得吃中饭 边看快报边去食堂 回请示发现穿的睡衣睡裤 我比较好奇你睡衣睡裤的款式